哥哥,我們去散步 這裡是一個機車停車場 但它現在好像在整修 我們今天要去一個超級酷的地方 也是歐告最愛來散步的地方 1月17到3月31日 這邊每年到春節前後 就會開始種花 然後到過年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來這邊看花 到了夏天的時候 那些花就會枯萎 然後到了冬天的時候 這裡就會一片荒蚊 到了明年春天的時候 他們又會開始種花了 歐告 真的好久沒來了 遇到狗狗好朋友 雖然說叫六毛呢 但很多時候我們好像都是被貓溜 六毛就是貓要去哪裡 你就得跟著牠去哪裡 像牠現在不想動 就是能坐在這邊陪牠不想動 走了走了 我剛要出發了 已經到我的吶喊了 我們到了三層吉花海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公園呢 是108年的時候建的 然後在108之前呢 這邊是一片毛阿波 然後他們把地收購了以後呢 就在這邊建了公園 然後開始種花 種了花之後就會開始比較多人來了 不然 摩阿波變成公園 誰敢來啊 高高高 高高你在幹嘛 回來啦 高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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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太快了吧 因為我們都沒有帶水啊或是貓沙什麼的出門 所以大概一夜小時 然後我們就會帶他回家喝水尿尿吃東西 但他看起來好像還不想走 好的我們回來了 在這裡想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很多人說貓咪不能遛 但其實貓咪可不可以遛是看他的個性 像我們家目前有兩隻貓 一隻是歐高 歐高就是一隻很愛出去玩的貓咪 有時候我們回家門一打開他就衝出去了 他在外面的話就是也很自在 就是面對陌生人他不太會緊張 那有人可能會想說 要怎麼樣訓練貓貓散步 我們在歐高小的時候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大概在他三四個月的時候吧 有讓他穿胸背帶過 他第一天穿的時候會一直掙扎 然後想要把他脫掉 大概只維持了十分鐘吧 但第二次穿的時候他就很OK 就是穿著他到處跑趴走也沒問題 後來我們就有試著就是帶他出去 人比較少的地方走一走 然後我發現他好像在外面蠻自在的很OK 然後我們才慢慢開始帶到 帶他去一些人比較多的公園 如果你是第一次帶你的貓出去的話 我會建議你找一些比較安靜 然後人比較少的地方 然後讓你的貓出去走走看 看他在外面過得就是自不自在 像歐高出去的話 不然他的尾巴永遠都翹得很高 另外如果你有帶你的貓貓出門的話 一定要定期幫他點那個驅蟲藥 因為我們家的前一隻貓貓也是很喜歡出門 然後有時候呢他就會帶跳躺回來 就會搞得全家人都被跳躺藥 後來我們就知道就是定期帶去給收一點藥 就沒有再發生這種事了 那另外像夏天的時候 因為天氣很熱 也不建議帶貓貓出門 因為像歐高就是一隻很怕熱的貓 他通常氣溫高過28度再出去的時候 他就會像狗一樣在那邊喘氣 所以我們夏天的話也不會帶歐高出門 好我們的六貓系列差不多就到這邊 未來應該還會再分享幾個歐高長期散步的地方 如果你對六貓有興趣的話 歡迎追蹤我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壞壞胖胖胖 要不要去散步